今天這段影片,我們會集中分析巴菲特對於各大投資者的投資建議 我會分享Warren Buffett在跌市的情況下,他的投資看法的四個原則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股票價格下跌,我們應該視為一個買入的機會 Field price decline as a buying opportunity 在2022年之前,美國股市過去10年左右經歷了一個最長的牛市 標普500指數在十幾年前,2009年3月就撕了下跌 當時只不過是750點 到2021年尾的時候,標普500指數已經升到4800點 如果你由最低點算起,去到去年年尾的話,這個是總共有540%的回報率 其實我們作為散戶的投資者,我們也很明白散戶的心態 就是在牛市的時候,很多投資者都認為股票只會升 例如上年Tesla,心態就好像是,如果當時你不買的話 股票以後都不會再下這個價格的心態 Turns out,大家也知道了,2022年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景況 也證明了,在短期內,股票當然不會只升不跌 很多人都覺得,股票下跌是一件壞事 但是,Warren Buffett在這裏想提出一個論點就是 如果你的人生裏面,只處於一個投資的階段 其實股價下跌的時候,你應該高興 換句話說,如果你是一個火族 你現在正在在火族的旅途之中 其實股價下跌,你是應該開心的 巴菲特在2020年接受CNBC採訪的時候 他曾提到,當股票下跌的時候 股票的淨買家,即Net Buyer,是會有著數的 什麼叫股票淨買家? 就是指一些人,他們買入股票是多於賣出股票的 也就是Fire族,是不是? 譬如我看我現在這個頻道的觀眾的年齡層 也就是你們 聽著這段影片的你,很大機會都是一個靜買家 也就是說,你買入股票的金額,你應該會多於賣出股票的金額 所以當股市跌的時候,其實你應該要開心 如果以一個數學的原理去解釋的話 也就是說,當你買入那間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是擁有那間公司的某部分股份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假設你用一個相同的 amount 去買那間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那如果那個價錢跌了,你就可以相應用同一個價錢 但是你可以獲得更多那間公司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角度,用一個股份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你是應該感到開心的 因為你獲得這麼多那間公司的股份 但是,大多數人看到市跌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不開心,覺得自己在輸錢 這些是很正常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打算長期成為這個股票的靜買家 其實股市跌是一件好事 例如我們FIRE族,我們經常說要買美國大盤的ETF 那當我們買ETF的時候,當然就是越便宜越好 因為押時一個FIRE族 我們絕對絕對就是股市的靜買家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Warren River經常說 如果你是一個有多年投資和儲蓄經驗的人 其實當市市升得很誇張的時候 你是不應該覺得開心的 相反,你就覺得 唉,那我又要等一等才可以再繼續去買了 Warren River很喜歡用一個比喻來解釋這個情況 就好像他很喜歡吃漢堡包 他是長期漢堡包的涌等 所以他是這個漢堡包的Net Buyer 當漢堡包便宜的時候,你就會很開心 因為你是經常都會買的 但是,當漢堡包貴了的時候 你是應該不開心的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 都可以用相同的概念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就好像當超級市場的東西便宜了 其實你是應該開心的 但是,相同的概念 很多人都用不到在市場市場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想賺錢 他們並不視自己為一個市場市場的Net Buyer 但是,好像我剛剛所說 如果你是一個FIRE族的話 你絕對絕對就是一個市場市場的Net Buyer 所以股市跌,你是應該開心的 而巴菲特也身體力行實踐他這個理念 就是在2022年,其實他已經為他旗下的 Bookshare Halfway的Portfolio 去買了價值高達660億美元的股票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去相信 如果2023年股市是繼續跌的話 相信巴菲特他在未來下一年 都會繼續去大量買股票的 第二就是你要很清楚地了解 你買的股票和企業 亦是Wall Burford經常說的 The Circle of Competence 巴菲特提到 那些人經常買一些 他們對於那隻股票和公司 一無所知的一些企業 而這個現象在牛市的時候 是特別明顯的 即是2020年和2021年 是達到All Time High的 這個現象 另外一個傳奇的投資人 Peter Lynch說過 一個人在他搭車上班 又或者下班 聽完那些可能是YouTube 又或者是Forum 又或者是Reddit 等等等等 聽到不同的股票的 所謂的Tips 又或者Number 雖然這個人 他對那隻股票 又或者這間公司 其實什麼都不懂 但是他竟然會聽了一個 可能網上的KOL 又或者Forum上面一個 其實他都對那個人一無所知的人 但是他就聽了這些人去說 他將自己很大部分的積蓄 就放在他根本一無所知的股票上 之後還會很天真地期望 這個股票就會升 但是現實往往就是 很多時候 這隻股票就會開始跌 而跌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憤怒銷 因為一開始 歸根究底 他根本就不知道這間公司 又或者這隻股票是做什麼的 所以巴菲特就很崇尚這個原則 就是The Circle of Competence 就是你不可以買一些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行業是做什麼的股票 而他也很強調 你根本就不需要 認識世界上所有的公司和股票 你只需要認識 你能力圈範圍以內的公司就可以了 像玉托 Varvio 像朱 82 году 就提到 其實每日的股票開始的時候 你都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交易價 你可以去買 例如可能テ斯拉在200元 Apple在$150 可可樂在$60 迪士尼在$100 又或者Netflix在$300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股票你都可以買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我們要做到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看到這些股票 看到這個價格 但是我們不需要每個遊戲都是參與的 你不買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Warren Buffett提到成功投資其中一個最大的關鍵就是 當你看到一個完全是在你的能力圈範圍內的一個投資機會 你先採取行動 也就是你對投資已經非常非常熟悉 而剛好那個價位處於一個你覺得合理 又或者甚至便宜的位置 你先去出擊 而當你見到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重錘出擊 而這個也是他自己的practice 他可能的買賣次數 未必有其他投資人那麼頻密 但是當他出擊的時候 他真的重錘出擊 而這個也是為什麼他這麼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他有其他投資者 又或者甚至是其他專業的投資人 沒有的一件事就是耐性 而這件事亦都是很多人 甚至是一些專業的投資者 在2020年又或者2021年犯錯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好像看到 股市不斷升 又或者其他東西 例如是比特幣 那些東西不斷升 那些人就開始 去買一些他們根本就不是很熟悉的投資領域 那所以 2023年 不要再讓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好嗎 第三個非常非常重要 亦都是非常非常多人做不到的就是 忽略經濟預測 不要理經濟預測了 為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現在你會發現當我們在Google 又或者YouTube 你搜尋2023年經濟衰退 我們應該是買哪隻股票 又或者是做些什麼投資會比較好 又或者是2023年會不會有經濟衰退 你會給一大堆的影片 又或者一大堆的文章 新聞 去包圍著你的 可能有些會說會衰退 有些可能也會說會衰退 但是未衰退 那怎樣去購買低購買高 一大堆的教學文章 我也明白的 每個人都想去成功預測 什麼時候才會經濟衰退 又或者什麼時候市會升 什麼時候市會跌 而我們想做的事情 最理想當然就是 在最低點買 在最高點買 這是很多投資者的夢想 但在這裡 Wall & Perfect提到 如果你將經濟預測的因素 考慮在你的投資決定裡面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早在2015年 他的股東年度大會 他就已經提到了 任何一間有經濟學家的公司 他們都是太多永遠了 他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經濟學家 而啤啤我作為一個 讀經濟出身的經濟人 同時作為一個火族 很悲傷的一件事就是 雖然我自己讀這一科出身 但是我都完全同意 Wall & Perfect這個論點 至少在散戶投資的角度來說 其實預測經濟狀況真的不需要 曾經Wall & Perfect去過一間大學 說話 有一個學生問他一些有關於經濟的問題 就是說 未來經濟可能有經濟衰退 究竟現在還是不是一個好的投資時機 Wall & Perfect就這樣回答 其實投資是有兩個要點 你一定要通過這兩件事 你才可以投資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 重要 這件事是不是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 這件事是不是 knowable 就是這件事是不是一件可知的東西 套用回到經濟預測 Wall & Perfect就說到 沒錯 宏觀的經濟因素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是重要的 它能夠遇到第一個 criteria 但是宏觀的經濟因素 就遇不到第二個 criteria 也就是knowable 因為Wall & Perfect覺得 其實宏觀的經濟預測 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你就想一下 當一個在股市打滾了這麼多年 個個都知道 個個都認識他 一個這麼出名的投資人 連他都覺得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準確地 預測到經濟的周期 所以他就把宏觀的經濟周期 歸類為不可知的東西 也就是說 撕不到第二個 criteria 雖然我知道說到這裡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認同 你說不是呀 我聽過什麼什麼 KOL說 都可以準確的 怎樣怎樣 但是現實就是 沒有人會有水晶球 所以 當這個東西 撕不到第二個 criteria knowable的時候 巴菲特就建議我們 不要將經濟預測 去納入你做投資決定的一個過程 在這裡就引申了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不專注在經濟預測 我們應該專注在什麼上面 我們要看什麼 先去看看投不投資 巴菲特就繼續回答 學生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看經濟周期 但是我們應該要更加專注 去了解那個企業的盈利狀態 以及他的生意 因為這個東西是knowable的 是有積可尋的 是有數據可以告訴你 以Warn Perfect的外股 Apple為例 當一開始 Warn Perfect決定 投不投資Apple的時候 他不會關心下個月 又或者下年的經濟周期 或者經濟狀況是怎樣的 反而他會關注的東西 就是Apple作為一間公司 他想知道的東西就是 這間公司 究竟他在定價方面 他有多少的預測力 還有他有多少的競爭對手 而他對他的競爭對手之間 有多大的護城河 接下來會產生多少的cash flow 他怎樣去處理這些cash flow 以及他現在在股票市場上的價格 是不是被低估 這些東西都是knowable的 是已知的東西 而你也可以從不同的途徑 去獲得這些資訊 最後一個 這個很多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就是你有一個長遠的眼光 have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這應該是大家要在Warn Perfect身上 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投資要有長遠的眼光 是真的很重要 這裡可以說一個小故事 就是有關於Warn Perfect身小時候經歷過的事情 當Warn Perfect身11歲的時候 其他同年紀的小朋友 他在外面玩 但是在Warn Perfect身小時候 其實他已經知道 他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他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投資 所以在他年輕11歲的時候 他已經進行了第一筆投資 就是買了六股 一間叫做City Surface的股票 當時每股就是$38美元 在他買了這個股票沒多久之後 股價就暴跌了 我想這個情況 我們很多人都提及到 買完之後馬上跌 當時巴菲特的股票 就由$38美元跌到$27美元 因為當時他還很小 11歲而已 當時他買之前 他以為這隻股票是贏的 更壞的是 當時他不知叫他姐姐還是妹妹 就跟他一起買這隻股票 所以大家都知道 當這個股票在虧錢的時候 人家就會開始怨你 就說喂 虧錢啊 怎麼搞啊 幸好過了一段時間 當時他的股票就升了 Walm Buffett就可以在$40美元 賣回他的股票出去 也賺了一點 他也很開心 因為他這麼小的時候 這些都是錢 直至到當這個股票 一直爆升 升到$200美元一股 所以當時年紀輕輕的 Walm Buffett 他就已經學了他的第一個課堂 就是要有一個長遠的目光 而我們看看Walm Buffett的股票裡 做得最好的幾隻股票 其實有很多他已經買了很多年了 是以年計 以及以十年計 Walm Buffett第一次買Apple 是2016年 第一次買American Express 是1993年 第一次買Coca Cola 是1988年 所以他的投資年期 是以幾年 幾十年去計 相反 現在很多的散戶投資者 我們通常有一個很短視的目光 以及我們想賺快錢 我們持有的股票通常都是 斷日 又或者幾個星期 又或者幾個月去計 給個參考大家 甚至是一些專業投資者 也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的Smart Money 但他們平均持有股票的年期 其實都不夠一年 因為這班所謂的專業投資者 其實他們在管理這個基金的時候 他們的業績很多時 都會是可能甚至是一段日 去看看他們的成果 又或者幾個星期 又或者幾個月 所以其實這班基金經理 他們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是要很快地獲取一些高的回報 而這個衡量他們工作表現的指標 亦都是直接影響了他們 很難成為像巴菲特那樣 一個長期的投資者 但是當我們是個人 我們沒有這個壓力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採取一個簡單點 而又可以獲得一個更高的回報的方法呢 所以這個就是Warn Brevitt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多年 幾十年來以平均年回報來說 有一個這麼出色的結果 當其他人都專注在一個短期的結果 短期的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繼續專注在一個長期的結果 又或者是一個長遠的big picture 所以看似2023年對經濟周期來說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一年 但是作為一個fire族 我想聽完上面我所說的東西 你應該知道究竟2023年 你要繼續做些什麼 就是繼續DCA大盤的ETF 尤其是在市場下跌的時候 這件事是更加值得我們去做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關於 Warn Brevitt的投資心態的話 記得看我這兩條影片 臨走之前 記得給個留言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是啪啪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